大家好,我是邱鴻 已经在家里宅了一个多月了 今天西雅图外边在下雨 外边的世界还是一如既往的静止 所以有点雨茫茫雨茫茫的味道 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我还有几支视频 就是已经放在YouTube上面 也得到大家的回响 大家希望我做一些视频 在这个疫情期间给大家增加一点乐趣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 罗伊威的一个包包 刚刚买的另外一个包 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开箱视频 那现在就看一看吧 看一下 是它的puzzle bag 我买的是黑色的小号 我一般的包包我都是选有颜色的 但是这一次我选了一个黑色的 因为我很少有黑色的包包 所以我这一次想试试黑色的 而且我是从北京到韩国首尔 然后从首尔飞西雅图 然后我有另外的一个朋友 她是从青岛飞首尔 然后到西雅图 她是我的好闺蜜 一般都是如果我是买这个样子的包包 我们俩都会买不同颜色的 所以我当时看到就是这个黑色的 然后边上还有一个红色的 然后我就给她照了一张照片 传给她 然后呢她说那好她 那我们就在首尔机场见面 韩国机场已经开始就是给大家测体温呀 然后只要是从中国来的就比较严厉 所以呢我因为没有出机场 所以我就在机场里到我的机场里的饭店里到 我订了一个房间 我也是怕这个 所以我就基本上没有出去 只是到这个店里到买这个包包 那约好了以后呢 结果我们两个人就 就是因为她到了以后 然后机场就检查非常严格 然后又要出去又要拿行李 然后又要那什么 所以她就给耽误了 我们两个人就都擦肩而过了 也就是说她没有买成 然后我买了这个包包 这就是买这个包包的一个小的经历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还是站起来说吧 这样看着就比较清楚一点 看见见 所以这个呢是这样 它我喜欢的这个标 黑色和白色 就是这个这个牌子其实是很低调的 所以它在黑色的基础上放了一个白色的标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应该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 这是它的背面 你看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洞 里面 把手伸进去很深的 也可以放一些小票啊 里面 里面 或卡 什么的都可以放 看到这个 然后这一边呢 是这样 这儿 可以这样打开 肩带 没有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小洞 空间 空间非常的大 虽说 这是小号的 所以 长假呀 短假呀 什么这手机全部都可以放进去 一般的 我觉得 就是 1米7 到1米5 之间的 就是 女孩子 拿 small 这个size 应该是非常足够了 什么样的衣服 我觉得都可以配 我今天穿的是白色的 配一个黑色的 我觉得也 也很 也很大 这就是 罗伊威的 small puzzle bag 我还为这个包包 配了一个小的 这个 卡夹 当时我正好走在那儿 是这个 FCM 那我们现在看看 打开看看 我配的是哪一个卡夹吧 它的包装很好 然后 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个 是 最classic的这个 它是这样 直接打开 然后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 是这样 像风琴一样 可以放很多卡 因为这前面有一个小的 可以有拉锁的 可以有拉锁的 是这样 扣子 直接按上去这样 不过我要是放在这里头 我还没有什么 很轻松的就可以放进去 对比就知道了 你看 真是省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牌子 不是太popular 但是我就买的这个 但是我就买的这个 下一个 就是 我买的这个包 这个 这个是今天早上起来 刚刚到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拆 就是因为这个包装 所以 我才会想到今天要做一个开箱视频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给 是这个 应该我找半天 终于打开了 很漂亮 这是一个小重品牌子 有没有很 好多人认识这个牌子 一个土耳其人创办的这个 就是这个牌子 它的名字也很难读 用英文发音的话 我想它应该是叫 Meloid 不知道对不对啊 希望 如果你们谁要是知道这个 怎么拼 可以纠正我 主要是 你要真是喜欢这个的话 可以 打进去 只要把这个牌子 自我拼对了就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这里都是哪一个吧 包装 很精细 在这里 你看 好像 有两个装 防装袋 那我们现在打开看看 我们买的是哪一支吧 就是这一支 它这 哎呀 它这还给它弄上了 因为它这个也是拼的嘛 拼接的 所以很软 然后它再容易把这个给它搅掉 它是这样的 它是拼色的 这样 然后 然后 里边 是这样 好 给一个袋子 然后它这个官网上面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 这样的 放东西 然后 因为它是拼的嘛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也可以跨着 然后也可以背着 就这样 这个拼色一般都是 是 有点大地色 所以 我觉得配 只要是这个包上的 任何一个颜色 都配 里边 这个是挤 挤皮的 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 你看 这个包包算是中号的 不是很大 但是我想应该能成很多东西 OK 我把这个袋子给接上了 然后背着以后 就是这样的效果 大概是这样 正好到我的5号骨这儿 正好配我今天穿的这个白色的衣服 这个包包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底下 如果你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 希望你喜欢啦 这双鞋说起来很不逗 我在这个官网上边呢 看到它的时候 我就喜欢了 我就准备下单 结果呢 他告诉我说 要到4月8号 美国东部时间 早晨10点半发布 所以呢 我就特意写了一个note 放到我的电脑上 因为我在西雅图嘛 所以那个我们的 我们的时间和纽约那边 有三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我要早上起来 八点就起来 然后去抢这双鞋 因为我知道这双鞋一定会卖得很好的 我就特意等到4月8号那一天 然后早上起来写个大早等着它发布 等它一上来的话 我都抢了 还一色和白色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 就已经全部都搜到 然后它我买的 这就是我买的这一双 我买的是 是紫色的 是这样 我们中国翻译过来叫匡威是吧 我本身也是喜欢这个紫色 所以我就是想定这个 我不太喜欢 我有好多黑色和白色的那个就是球鞋啊什么的 我就是想买这一双 所以它一发布的时候我马上就买了 我想是男女都是同时都可以穿的 因为在我选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个 它前面写的是就是男士是6.5号 然后后边写了一个女士是8号 因为我穿8号鞋嘛 所以我当时还犹豫半天 我说这个号码会不会错 后来我想到男士那一边它没有 等于这就是男女通穿的 就是男生和女生都可以穿 只不过就是号码不一样 所以我定了一个8号 8号那我就现在试一下 帮你一下 大家看一下 哇好舒服 好舒服 这还真的是我的号 8号 我喜欢它的配色 你看它的底 有这个颜色 橘黄色 还有这个底 它的底很 还好 不是很重 我觉得还好 上面是帆布的嘛 所以主要是这个 而且它一定不会打滑的 你看它是这样 这双鞋 我就在这儿做开箱的话 应该是不会那什么 我不太清楚它们还会不会生产 因为我当天就是 就全部都被 sold out 就是被抢 抢空了 为什么这么这么受欢迎 因为我实在想 因为这个试样是 太漂亮了吧 大家都喜欢 到下午的时候 等我跟我朋友讲 我让我朋友买 我告诉他 他说他也喜欢的时候 他说让我帮他订的时候 就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但是你去他的官网上面的话 可以找到这双鞋 但是我不太清楚 它们是不是可以 就是你可以预订啊 或怎么着的 就只有这双鞋 现在这个情况 最后的话 因为我不想录这个视频 做的太长 我上次有两 有一个视频 录的时间太久了 就我的那个 奢侈领包包开箱 我当时有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呢 好多朋友留言说 哎呀你这个太长了 所以我尽量会把视频 给缩短到15分钟之内 拿点衣服 在VU库买的 一个呢 就是一个这一件 jacket 我就不穿了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等过后 因为今天要做这个开箱视频 我就把这两天到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告诉一下 然后等下一个视频 我就会做这个穿搭视频 我会把这件衣服给放在上边 还有一条 U系列的裤子 就是这种垂坠感 非常强的 这个黑色的裤子 因为我会做这个 就是穿搭视频 放在就是以后的视频里 我今天就不试穿了 因为这些呢 都是最近 刚刚就是疫情发生以后 然后我买到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全部都还没有被穿过 被用过 还没有机会 因为在家里摘了一个多月了 已经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呢 只是想在大家这个枯燥的 这个时间段里头呢 给大家一点乐趣 你还这么看的好好的东西 还是老是心里头痒痒 还是要订啊 要买啊 什么的 都是希望这疫情早一点过去 能够让这些东西 新买的东西 能够充电天日 那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开箱视频 然后两个包包 然后一个小钱包 还有一双鞋 而且衣服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请给我点赞订阅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也请你在底下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去我以前录的这个视频去看 嗯 那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呃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一定要注意安全 保重你的健康 那好吧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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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